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洲中世纪简史的第九十一集 文艺复兴前的文学和艺术 那么十四世纪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世纪 因为这个世纪有黑死病和英法百年战争的冲击 所以在艺术和文学上充满了死亡和救赎 这个时期的艺术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哥特式风格 并且为后面的文艺复兴打了下的监视基础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期的文学和艺术 因为我本人不是文学和艺术专业 所以讲的可能有点出入的地方 请各位多多包涵 那么整个十四世纪都是笼罩在一种死亡的阴影之下 他经历了可怕的瘟疫 导致欧洲人三分之一人死亡的黑死病 在这个世纪大爆发 那么所以呢 在整个文学作品中和艺术绘画中 都充实着死亡的阴影 那么自从十三世纪以来 雕刻家们都喜欢在墓前墓葬之前 雕刻一些死人的像 那么这种风格呢 在140年之后得到了发扬光大 苏基主教拉格朗在1402年去世之后 在他的阿维尼翁的墓前 雕刻的是一座半腐烂的尸体 那么还有一些动物 这些动物都非常恶性 比如蛆蝉和蛇在尸体上钻洞 所以人们不仅被无所不在的死亡的事件所惊吓 而且被另一个世界无所不在的痛苦所折磨 所以教会呢 并不鼓励教徒们去向他们不付出代价 就可以直接获得天国的救赎 所以这个时候啊 布道者会告诉他们 链鱼中的痛苦可能要大过他们在此时此刻遭遇的这种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的艺术主题更多的体现出那种末世的情节 所以我们知道西方绘画中有很多像末日审判的这种情调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 末日审判就成为基督教艺术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 那么在罗马式的这种雕塑中 我这边强调一下 罗马式雕塑是从古希腊的古典雕塑里面取经过来的 所以在罗马时期发扬光大 那个古典那个艺术那种雕塑是非常的精美 像那个孔 那个那个那个字提兵者 还有这个大卫像 大卫像是米开朗基多的了 这是罗马式的了 文艺复兴时候的了 那么他跟字提兵者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前后的这种联系 我不是学艺术的 我只是讲一讲流程 那么所以呢 这个整个在这种死亡和救赎的这种主题下 罗马式的雕塑 以基督教的这种教会内容 占为主要优势 而15世纪的时候 这种艺术化更多的是展现地狱的恐怖 而这种地狱的恐怖 后面影响到了文艺复兴早期的作品 那我们在那些教堂上 那种壁画中 古典的这种教堂啊 大概是12世纪到15世纪的这种教堂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教堂的壁画中 展现出投入地狱的这种赤身裸体的这种 有罪之人 他们被恶魔带去拷问的这种壁画 他有很多的这种宗教性的内容在里面 那所以呢我们把这种一种衰亡的文明 有完美的相争主义 这种相争主义产生了一种新的风格 这种风格叫国际哥特式 它的形成呢是在阿维尼温 然后呢在法国和意大利发扬广大 巴黎成为新的哥特式风格的中心 然后向外辐射到英格兰 荷兰 最后返回到意大利 返回到意大利之后呢 在意大利的新兴的商业城市 佛罗伦萨又发展出了新的风格 而这一次带来的是全新的人文主义的复兴 就是后面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了 那么在意大利呢产生了一系列的文艺复兴 之前的大画家 比如 皮萨内罗 法布尼 这个应该是一个地名 法布尼亚洛的真地来 和 西安拉画家 萨赛塔 他们所代表的后格特式风格 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 打下了坚实基础 那么这个塞赛塔呢 是一个著名的后格特式风格的画家 他有一幅枪嵌画呢 现在还在 孔带博物馆中被发现 那么这个博物馆中呢 还有一些这个早期的 在阿尔菲斯山北边所创作的后格特式风格画作 这些画作大多数成画于15世纪之前 文艺复兴之前 那么他们所体现的主题呢 还是已经有点阳光了 比如说 这个牧场 小姑娘 奶牛 这样的这个主题 已经有点阳光了 不是像14世纪的那种死亡的风格 那么除了国际哥特式的这种 绘画和建筑风格之外呢 15世纪 还有两大画派在 荷兰和福润萨兴起 那么荷兰的这个画派呢 我特别去格林 那个 格林罗恩我去了一下 就是他们有一个著名的那个叫西蒙尼博斯博斯 就是这个人他是非常重要的 他画了文艺附近一个代表的话叫城市热源 这个画是三副 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画作 而我去那个繁博博物馆的时候 也看到了 尼达兰画家在14世纪 他们所体现的这种死亡主题 有骷髅 有这种死亡的歧视的东西 就是他明显看出来是那个 黑死病背景下的那种 对死亡的那种恐惧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福润萨也兴起了两个新的画派 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是叫杨凡艾克 这个应该是荷兰人的 他代表的是北部 新北部风格的第一个伟大的画家 他保留了注意细节描写的歌特式技巧 利用透视法的技巧来结合运用 那么他的画作呢 是栩栩如生 明显感觉到就是荷兰画家 他的这种细腻程度 是比其他地方的画家要高的 我就看过那个17到18世纪 荷兰那批画家画的那种 那个水果啊 那些鱼的画 真的是跟那个照片一样 就非常的像 他那种油画的色彩的这种搭配 达到了以假乱真的这种程度 那么佛罗仁萨呢 因为他的商业地位 他也吸引了大量的艺术家 所以佛罗仁萨的绘画 在这个时候开始崛起 而且也打破了中世纪的传统 那么这个时候 佛罗仁萨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气息 这种新的气息带来了后来的伟大的文艺复兴 这个时候的时代开拓者 就是一位伟大的画家 有一弟兄跟我以前提过 我今天要提到他 就是意大利的著名的 僧女派拜登廷式风格 到自然主义过渡的一位新画家 这位画家叫乔托 乔托可以被誉为是前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意大利画家 但是他最后也被认为是哥特式画家 他的绘画技巧 有古典的这种道德价值 更多的是体现出新的佛罗仁萨风格 比如透视法 比如远近法 这些技巧都被后来人所继承 像后面的文艺复兴三节 那么这些大量的壁画和式壁画 他都是体现在这种教堂上的这种作品 比如在帕多瓦的斯克罗维尼教堂 佛罗仁萨的克罗切教堂 都有这种叙事性的济世的这种壁画 都是施壁画 那么受到乔托影响的很多的这个大师 都有他们时代的自己的作品 但是在14世纪 乔托本人没有土地 他没有继承者 到了15世纪 佛罗仁萨有一位天才的这些画家出现了 就是被誉为是乔托的继承人 他叫马萨乔 但是他呢只活了28岁 这个家伙真是天才 只活了28岁 但是他却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画章 他把乔托所具有的表现力 和透视法 明暗对比法 人体解剖 术等科学理认更加柔和起来 而他对后面的那个 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 都是有很深的影响的 就是他们注重于真实的人体比例 所以像那个 米开朗基罗去画那个 去做了一个大卫雕塑 他那种人体的比例是那么的协调 那是怎么 他们肯定是解剖尸体 米开朗基罗解剖了很多尸体 这个等我们讲到后面 讲文艺复兴三节的时候才展开 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提到这里 马萨乔虽然只活了28岁 但他非常重要 他应该是整个继承的这个桥托 到后面文艺复兴三节的一个重要画家 这两位伟大的画家 所创立的绘画传统 使佛罗伦萨艺术代表了整个意大利 向外输出 最后成为整个欧洲的典范 在绘画艺术方面 人类摆脱了黑死兵的影响 开始创造出辉煌的文艺复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这个文学方面 那么文学方面呢 中世纪的那种游灵诗人 抒情诗开始逐渐的衰退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圣诗级的这种文学形式 它的题材更加体现出这种宗教性 因为毕竟呢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 带来很大的伤害 那么骑士精神也是这个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主题 尽管在十四世纪圣殿骑士团被团灭 被谁灭了 美男子非力 是吧 但是大部分的中世纪骑士精神中 所表达的那种精神 所赞扬那种观念 比如个人的应用行为 尊重妇女 尊老爱幼 有这种精 这种荣誉 注重荣誉的这种精神 都是被融入到后面的这个 西方的这种绅士观点之中去了 那提到这个文学 我们不得不提文艺复兴早期的三节 在意大利十四世纪晚期出现了三名伟大的文学巨匠 但丁 彼得拉克和伯加丘 但丁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和他的著名的神曲 神曲是非常好看的一本诗集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彼得拉克 彼得拉克是一名 不同反响的天才 他的诗是被大部分人所认同 而且充满了清新精美的活力 他也被认为是第一位人文主义者 而像丹丁的更多的还是属于一种宗教史 神曲是一部宗教史 但是但丁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了 说错了 彼得拉克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了 彼得拉克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本来是想去当一个主教的 但是后来后面他没有成功 最后他做了一命修士 并且他还讽刺了 罗马教廷 因为罗马教廷搬迁到了阿维尼翁 所以他把罗马教廷在教会 在阿维尼翁的七十年成为巴比人之囚 就是彼得拉克提出来的 那么此外呢 还有一位大师就是希尔 这个十字坛的伯加丘 那伯加丘呢 他除了十字坛之外呢 还有一部剧著叫异教神谱 这部书是致敬这个弹丁的 因为伯加丘比丹丁万 那么他开始在伯加丘和这个 彼得拉克主要是诗人 但是伯加丘呢 是写小说的 所以他这两本书很有意思 是属于这种古典文学 像文艺复兴文学过渡的这个书 尤其是像十字坛 非常好看 他讲的是男女的爱情故事 一群男女去这个山上去 躲避这个黑死病 躲避瘟疫 然后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每天讲故事 他里面还有描写这种 是吧 这种性行为的这种表达 通奸 修律修士之间的这种爱情 所以这三位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文艺复兴前 应该已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 文学大师了 而伯加丘呢 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 他对后面的很多的 文艺复兴的巨匠 有很深的影响 比如说莎士比亚 比如说英国的这个 这个桥手 应该桥手在前面 所以呢 十四世纪呢 英格兰也产生了两位 伟大的诗人 一位是威廉 朗格兰 还有一位呢 是杰弗尼桥手 威廉朗格兰的代表作是 龙夫皮尔斯 这本书呢 是比较重要的 重要在它是唯一一部 写乡村教师和乡村牧师 主要是牧师和农民生活的一部 中世纪的文学作品 一般中世纪文学作品 都是讲贵族的 是吧 讲国王歧视的 很少去讲 要么讲贵妇人的爱情 很少去讲 乡村牧师和农民生活的 这本书 这本小说是写农民生活的一本书 那么这个桥嫂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伟大型的诗人 那么在桥嫂 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相当于是文艺复兴前的 这个莎士比亚 是英国的重要的诗人 它的重要性在于 它在宗教史和民间史中 都有建树 它的成名作就是 著名的坎特柏雷故事集 那么它所写的是 从社会的各个方面 从高位的骑士 到模仿主 到旅修道院的院长 到穷苦教堂的神父 那这个传说故事 讲述了几个世纪以来 不同的习俗 包括骑士般的浪漫史 和中世纪的爱情 书中有像 博家丘一样老练的讽刺 也有未经过这个验证的一些传说 就民间传说的性质 在朗格兰的这个龙夫皮尔斯之中 他们是这样对教会进行谴责的 这也反映出以后将要到来的宗教改革 这个时候普通民众和教会之间的摩擦也在加大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他这个诗是嘲讽这个神父的 乔阿那儿有一个赎罪卷的兜售者 他貌似神父正在讲道 他携带主教清风的教皇秘语 倘若主教是圣贤 人们就会洗耳恭听 那他就不会所赐印章来欺骗人民 但与主教愿为 您的赎罪卷兜售者口是心非 而是为主妇与赎罪卷的兜售者 分享银盘中的圣参而不倒 如果赎罪卷兜售者离去 那教区的平民就可以得到他 这个他是针对当时教宗出售赎罪卷 去讽刺他的一首诗 那么除了坎特伯雷故事集之外 乔首还有一个教区神父的传说 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个忏悔者的指南 总而言之 这本坎特伯雷故事集 对中世纪后期的文学 和他的那个社会 所有的线索的奇妙结合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英语著作 也是古代英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极大成者 那么法国呢 是以浪漫主义为主流的一个社会 所以整个十四世纪 法国还是以抒情思传统 作为他的文学代表 那么在十五世纪 法国出现了三个诗人 他们分别是阿朗 萨尔杰 阿尔良 公爵 查理 和弗朗索瓦为用 他们恢复了法兰西 抒情诗的传统 而萨尔杰呢 是一个完全的爱情主义者 他是完全的写爱情诗的作者 他用爱国的诗句 激起了法国人民 对英国敌人的痛恨 在唤醒法兰西精神方面 他堪称为私人 就是和圣女贞德相提兵论 他作为一个私人 他在法国这个民族精神上 和圣女贞德相提兵论 而阿尔良的公爵查理呢 他是一个贵族 所以他所写的诗 大部分是一些歧视 和贵夫人们的一种 婚外念的这种主题 就是大家很喜欢的八卦 而维勇呢 是中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 他的声名远赫 他的诗提供了 15世纪中期 巴黎黑暗生活的生动画面 那么而且呢 维勇的生活也是 非常的放荡不羁 他经常混 就是混杂在这个酒馆和妓院之中 是一个流氓 一个犯罪者 在他写自己的穆字名的时候 他把自己看成 是一个被吊死的罪犯 我们不知道 他最后是怎样死的 反正他最后是以这样一首诗 给自己写穆字名 我读一下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在我们身后还活着的父母 父老弟兄们 你们不要让你们的心声 严厉责备我们 如果你们仍给予我们 可怜的人一些怜悯 那么上帝将会很快的怜悯你们 好 我所说的今天的这个文学和艺术 并不是我擅长的部分 准备的不是很充分 请各位见谅 不过我们 接下来 我们的主题要回到百年战争 来看看百年战争后半段的一些故事 这个时候将要引出 百年战争后半段最著名的一个人物 胜利正德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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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